在黃線河帶你跳出香港看天氣 西太平洋今年第13號熱帶氣旋貝壁家 昨晚在西太平洋被命名 今早貝壁家襲擊在關島以西的海面 中心附近最大風力有9級 當地陸德陣風超過每個小時90公里 預料未來幾天貝壁家將會向西北方向移動 強度逐漸增強,可能達到強颱風級別 朕末期間催襲日本沖繩一帶 計劃前往那邊的朋友要留意了 預料貝壁家略過沖繩之後 將會移向中國東南沿岸,可能登陸浙江 接著看看其他城市的天氣 大阪東京明朗 廣州趙雨,武門有無,廈門台北多雲 上海下雨,北京天晴,瀋陽天晴首夜下雨 曼谷雷暴,吉隆多新加坡雷暴,雅加達下雨 古典明史雷布,馬尼拉下雨 墨爾本明朗,勝尼趙雨,布里斯班趙雨 威寧頓大風,高柯南明朗 蒙米下雨,新德里下雨,卡拉奇天晴 温哥華趙雨,三藩市天晴,六三基有無 紐約天晴,多倫多,芝加哥天晴 羅馬落雨,蘇黎世多雲 巴黎天晴,霍蘭克福多雲,倫敦寧朗 阿姆斯特丹暫雨 日本港方面,截至晚上7時半,預測大至天晴 明早最低氣溫大約28度,日頭酷炎 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 稍後局部地區有趙雨和雷暴,吹微風 只望牆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也有幾陣趙雨 預測明天的最高紫外線指數是11,強度屬於極高 今天講到你也到了,拜拜